16岁少女沉迷于有钱人的游戏《荒废学业迷失自我》 本期里哥带来电影《成长教育》 珍妮是一位16岁的高中生 她漂亮聪明 在父亲安排的道路上一步一步地努力着 靠牛津大学的梦想 这天一家人又开始探讨珍妮的未来 珍妮喜欢大提琴 父亲认为大提琴会耽误学习 让珍妮去参加管弦乐团 这将是一个深情有牛津的加分项 而珍妮也可以在管弦乐团里拉大提琴 一天乐团放学下起了大雨 珍妮一个人带着一把琴在路边等车 这是一个自称是音乐爱好者的陌生男人大卫 把车开上前来搭讪 要她把大提琴放在车里免得灵坏了 影响得太大了 珍妮便坐进了车里 路上两人谈笑风生 气氛非常的愉快 大卫非凡的谈吐与气质 让珍妮心生好感 一天乐团表演结束 珍妮又遇到了大卫 大卫就顺势邀请她星期五晚上 和她去参加音乐会 珍妮回应自己的爸爸肯定不会同意的 到了音乐会那天 大卫就上门劝说珍妮的爸爸 父亲觉得大卫像个可靠的人 就答应了 与他们一起听音乐会的 还有大卫的两个好友 演奏完美的古典音乐 让珍妮无比沉醉 之后他们到了一家高档餐厅 里面的富丽堂皇珍妮心吃神网 餐桌上他们说起拍卖名画的事 还说下周五要带珍妮见识一下拍卖会 伴着优美的歌声 珍妮深深的望了大卫一眼 这位绅士的形象已在她的心里扎根 拍卖会异常的顺利 珍妮看到了心动的话 并将她拍下了 珍妮开始对大卫的生活产生了兴趣 大卫平时就做一些不动产和艺术品的买卖 他们来到朋友的家 大卫头起所好的送了珍妮一把大提琴 并邀请珍妮下周到牛津玩玩 珍妮也开心的应允了 为此大卫再次拜访了珍妮的父母 令珍妮感到惊讶的是 大卫居然是牛津毕业的 并且大卫骗珍妮父母说 要带珍妮去拜访一下牛津的名师 父亲因此放心地将珍妮交给了大卫 在牛津的晚上 珍妮意识到大卫想与自己发生点什么的时候 珍妮表示自己不打算在17岁之前 与男生发生关系 大卫尊重了她的选择 第二天珍妮发现 大卫似乎在做着偷窃名画的生意 这样珍妮感到震惊和无比的愤怒 可禁不住大卫的几句哄 就选择了继续和她在一起 珍妮17岁生日那天 大卫带着很多的礼物来到珍妮的家中 她告诉珍妮的父母 自己想带着珍妮去巴黎情生 而因为整天跟着大卫出去长见识 出入各大上流场所 珍妮的成绩也开始一路下滑 珍妮时常在学校里抽着烟 和同学炫耀她美好的生活 随后珍妮在大卫的陪伴下 去巴黎度过了一个美好的旅程 回到学校 珍妮给自己的老师带了一瓶香水 感觉到珍妮已经受物质腐蚀的老师并没有收下 已经作为骄傲的学生 劝她无论如何都要考上牛津大学 但被虚荣心蒙蔽了内心的珍妮 却反唇相激 她告诉老师自己去了高级餐厅 绝食酒吧 而老师虽然剑桥毕业 那也只是个老师 还没从旅行的开心中缓过神来 大卫就去向珍妮求婚了 珍妮父母也觉得珍妮上牛津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既然有了多金的大卫 去不去牛津就无所谓了 就这样珍妮带着要和大卫结婚的喜悦退学了 可接下来的事情彻底打破了珍妮的美梦 在大卫接珍妮一家人去高级餐厅的路上 珍妮在车里发现了一些信 收信人显示大卫和他的妻子 而且他们的家就在附近 这也是为什么大卫和珍妮能经常碰到的原因了 发现事情败落的大卫 承诺自己会尽快和妻子离婚 但随后一走了之 再也没有了阴性 珍妮按照信封上的地址找到了大卫家 在这他看到了大卫的妻儿 也从大卫妻子的口中得知 大卫就是个欺骗感情的花花公子 自己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 珍妮对大卫彻底的死心了 忽然醒悟后的珍妮选择回到学校 准备复读一年后再度参加考试 可校长却无情地拒绝了她 正当珍妮心灰意冷的时候 曾经以她为傲的老师帮助了她 最终珍妮如远地考进了牛津大学 也有了新的恋人和新的人生 如果你在年轻的时候 你还不清楚自己要什么 那么就请好好地读书 在靠着自己本事供养的温馨小屋里 欣赏唯美主义时期的画作 远比在挤满了事故 自以为是的富人拍卖行 拍得这些名画更加有意义 那么今天就到这了 我是雷哥